hello大家好,我是阿飞,最近都特别的忙啊,今天又去复印了一下这个证件啊,复印了一下我们的结婚证啥的,明天的话就要给孩子做那个什么医学出生证明嘛,就是这样,因为这几天嘛,不是给那个孩子切好名字了吗,叫颜木瑶对吧,小名叫瑶瑶嘛,对吧,昨天视频里面有说啊,就是这样,本来是想着今天去的啊, 但是今天的外面风比较大啊,但是天气很好,但是风比较大,怕吹住孩子,所以今天没去,打算着明天去啊,刚把他和飞飞安置好啊,他们俩都睡觉了嘛,就是这样,因为飞飞也特别不容易啊,基本上很难睡一个安稳的觉嘛,因为时不时的要起来奶孩子嘛,就是这样,然后昨天有粉丝说,阿飞你穿这么少,给你家孩子穿这么多啊,昨天在这里去说一下啊,因为我家这边在农村啊, 这个也没有地暖啥的,对不对,空调也没有开啊,然后基本上的话,这个室内温度啊,比室外的温度要冷上几度啊,就是这样,然后我呢,因为是一个成年人,再加上阿飞体质的原因,对不对,我这个人怕热啊,就是这样,所以我穿的少并不代表, 大多数人都像我这么穿啊,就是这样,所以孩子的话,就是他就,呃,盖的也不算是很厚啊,但是就是,基本上是适应农村这样的,这个,就是农村这样的,这个环境嘛,就是这样,然后也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和喜爱啊,对,瑶瑶的关心喜爱,哎,就是这样,然后的话, 说一下,就是,就是,现在是23号吧,今天应该是,然后的话,这个月,29号是我和飞飞的结婚,对吧,结婚,应该是结婚, 今年日,结婚一周年,应该是啊,没记错,就是去年4月29号嘛,我们结的婚啊,所以的话,就是, 在这里啊,阿飞也没有什么经验嘛,因为这边,呃,飞飞也在坐月子,阿飞和我妈都在家里照顾她嘛,就是说想问一下大家,就是我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,对吧,就是表达一下心意呢,或者怎么样,就是我也不知道啊,所以就是,呃,拍视频,然后问一下大家嘛,拍视频问一下大家,就是看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没有啊, 然后阿飞到时候看一下,采纳一下啊,就是这样,因为,嗯,他也不容易嘛,是不是,也刚好赶上我们俩结婚一周年嘛, 然后我,我这个人也不懂什么浪漫啊,也不懂这些东西啊,所以问一下大家,然后,今天没有拍猫孩子啊, 嗯,但是我,猫孩子那边我都有去啊,就是我三书院,我都有给他们放出来玩啥的都有啊,因为太忙了啊,所以没有时间在拍了啊, 所以今天就是趁着休息嘛,我在床上这边坐一下啊,然后安静一点嘛,把门都关注和大家去说一下,聊一下片啊,说一下, 然后等到明天就去做那个医学出生证明了嘛,就是名字到时候报上去就,就OK了,就出来了,然后的话,然后顺便给大家看看, 这几天啊,前几天拍的瑶瑶的一些视频嘛,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啊,如果大家喜欢阿飞的女儿的话,就是分享给大家,嗯,就是给大家看看吧,就是这样, 也谢谢大家对瑶瑶的喜爱吧,是这样的,啊,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啊,视频比较短啊,也确实没办法, 现在好多我的经历啊,全部都,都就是这样,大家也应该能够知道的,就是这样,然后,理解万岁,理解万岁,嗯, 哎呦,我的天哪,看,那大个儿了,哎呦,大个儿了,哎呦,呵呵呵,吃饱了, 然后现在孩子醒了,瑶瑶醒了,瑶瑶醒了,今天给他买了一个奶嘴,然后先来让他第一次用上啊, 然后大家看看怎么样,效果还不错啊,至少飞飞去上个厕所干嘛的,就对吧,比较,对吧,有点空闲时间嘛, 咬一样哦,给大家看看,这,这不算爸爸骗你啊,这个,确实没办法, 因为有的之前,吃奶吃到铺啊,还要吃,这,这怎么能行啊,肯定不行啊, 嗯,现在他自己都能用这个奶嘴的,这玩意还挺方便的, 哎呦,现在不哭了,小家伙,哎呦,一个圈头揪住他的下边, 衬丝那个人,是不是,啊,衬丝的,是不是,香啥的, 哎呦,我是睡啊,是玩啊,别睡了,你一睡黑了,已经折腾,折腾啊, 玩会儿吧,哎呦,好看的呀,嗯,玩会儿吧,鼻子高高的,好看啊, 他在奶哺乱你,多美,是不是,在奶哺乱你, 在奶哺乱你,摘点葱,摘点羊狮子,嗯,我小姨是快些,我四点是出去, 哎呦,真可爱,哎呦,沉丝,嗯,哎呦,谁说啊,哎呦,这小家伙,哎呦,哎呦,哎呦, 嗯,嗯,坏得很,你看他啥表情,嗯,啥表情, 委屈的吧,委屈,哎,这是我说,不要吃奶,不要吃奶, 我吃奶,他说,我要吃奶,怎么不让我吃,啥情况,嗯? 嗯,我不做得,我不做得,你啥动作我就做,嗯,那肯定, 嗯,是,这么厉害那个,嗯,是,摸一会儿。 你小脚子。 ,,上,